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哥啊 刚才我听咱妈打电话的声音快是不行了 我早就说啊 这个四老太婆活不过多久了 放心吧 她呀一死就是我们哥仨的天价了 到时候家里的东西咱们发一分 咱们家十亩地呢 对呀 到时候想卖就卖 想种就种 咱们说了算 反正四老太婆不在了 没人管咱们 对呀 到时候咱们呀就有好日子过了 想怎么潇洒就怎么潇洒 别说了 走 咱们现在就回家 弄死老太婆啊 老太婆 哟 这老太婆 看样也不像快死的人啊 你们说她都来了 来了 说吧 这家产怎么分呢 老大呀 妈让你叫我来跟你商量个事 这妈呀 也老了 咱家本来条件不好 行了 老太婆 别说那么多了 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直接进入正题 我知道 你这身体不行了 活不了几天了 叫我们来 是不是分家产来了 怎么分 赶紧说吧 再玩 我们去走 妈呀 想好了 你们哥仨呀 咱们十亩地 有这一处房子 你们一家三亩地 什么 一家三亩地 那一亩呢 那一亩你还想带进你的棺材里呀 那一亩啊 你外地 还有个姐姐 就给她留着一亩地 还想着 你说什么呢 四老太婆 还给那个死娘们 那个娘们都走了几年了 她都不是我们家人 咋说话呢 老大 那是你姐呀 说什么呢 妈 嫁出一个女儿 泼出一个水 还想分咱家的地 你怎么想呢 是啊 老三呀 老三 我告诉你 四老太婆 别这样讲啊 这地都是我们哥仨的 我们哥仨看着分 那一亩不可能留给她 要不然就把那一亩卖了 卖了钱 我们仨分 我告诉你四老太婆 这房子 你他妈是老子的 什么 老三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房子是你的 我告诉你 这房子 咱们谁也不要 卖一条房 卖钱 咱们三人 平平平 对呀 老三 你想的挺美啊 哼 房子和地 都是我的 我就暂且 先放过你们 行 大哥哥 这房子 咱们就卖了 正好我认识一个朋友 到时候我去联系 哼 算你实相 你们三 别吵了 咱们家 就这一处房子 谁都不能卖 你喝 死老太婆 还挺来劲啊 死到临头了 嘴还这么硬呢 你说不能卖 就不能卖了 我告诉你 什么时候啊 你扁一等腿 老子就卖 你能看不见 哼 你还挺能活啊 我看你还能活几年吧 哼 以后啊 就是我们哥三的天下了 你呀 赶紧死吧 你几个兔崽子 良心 给把狗吃了 说的没用的干啥 赶紧回屋 闭眼瞪腿去 好让我们几个 赶紧分家谈 你说你在这儿 老着赖点 老死不死的 到时候 也别说 我们三个不孝顺 我们三个 给你兑钱 再给你买口棺材 我们三个 你死了也值了 给你买副 薄片棺材 也让你有个归宿 知道没 这一辈子 装什么装在这儿 没良心的东西 这一辈子也倒仇了 死了死了 还让你住场棺材 就不错了 你要是 不听话 我们哥三拿个草席 把你一卷 把你扔到荒调野味 哎呀 你呀 赶紧死吧 所以后 我呀 就有钱 去消洒了 你装什么装 你看 装 不会装 你们三个 不孝子 兔崽子 没有良心 我要你们干嘛 你们从小 含辛茹苦的 妈 一把屎一把尿的 把你们拉扯大 妈 你们 就这样 你可别现在蹬腿啊 发展证还没给我们呢 对啊 你赶紧写遗书啊 赶紧快点 准备吃 写遗书啊 起来 我看他是装的 他挺能活的 他活了这么多年了 别想到房产证 房产证 房产证 跟你们三个说 谁都别想要 这死老太婆 这么嘴硬 大哥二哥 要不咱们 把房产证一抢 把这个死老太婆 给扔出去 让他死的快点 你看他现在 好办法啊老三 对 你看他在这儿 该死不死的 都拖了好几个月了 不得有耶 大哥二哥 你三个畜生 你现在等着 我去里边 找房产证 去赶紧行 赶紧去 住口不如的东西 找到了 就把这死老太婆生了 出生 咱们死快点 你三个畜生 再说 这说什么呢你 等会儿就让你死了 住口不如的东西 我这干什么浪费空气 你啊 赶紧死了 大哥哥 房产证 我已经找到了 走 动手 畜生 你三个畜生啊 小姐 死老太婆 还这么死 就在这儿等死吧你 反正现在房产证也到手了 房子咱们一卖 递咱们一分 还事 又有钱了 行 二地三地 走别管他 死了 应该是死了 还没死透呢 没死呢 还有点气呢 走走走 赶紧管他什么时候死呢 现在他就死了 反正终于到手了 终于到手了 走走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骂他 怎么会突然 我说老三 这咱妈现在也没了 也没啥事了 你前几天联系你那个朋友 卖房子联系好了没 大哥 放心吧 他说 能给我们十万呢 十万 这房子还能卖十万 可以啊 行行可以 你们说什么 卖房子 咱妈呢 这 你怎么回来了 这不是咱那大姐吗 对啊 我怎么回来了 是医院给我打来的电话 医院给你打电话 这都过去一个星期了 你才知道回来 咱妈早就没了 对啊姐 你们说什么 咱妈他 他已经去世了 可不是去世了吗 对啊 盼了那么长时间 终于把他给盼走了 他一走 我们 就有钱花了 哼 说说你 你还知道回来 咱妈现在都没了 你还回来干什么 你这整天的不着家 咱妈生病了 你也不回来 你现在还回来 做什么装在这 你们 你们这三个不负责任的出事 我们怎么不负责任了 我们还跟那四老太婆买 买一口棺材呢 对啊 买个棺材花了好几千呢 你们 连女儿都说我们孝顺 你说 我每个月给你们打过来一万块钱 让你们好好照顾妈 你们 你们就盼不得妈早点死 竟然还要卖她的房子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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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呢你 你 你 你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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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竟然是你 你还盼着咱妈早点死 你们 你们还有没有点良知 还有没有点人性 你 你还好意思说 你说你每个月打一万 打过来一万 光咱妈吃药都得五千 我们 我们拿那有多少 我告诉你 现在咱妈走了 地和房子 我们都分好了 你现在回来也没有 你以为我会跟你们一样 要那点地 要那房子 你不 你不打这主意就好 是 你们这群畜生 妈 对不起 我回来晚了 装什么呢装 爸 你呀别装了 别在我这装样子 行了没事你走吧 你给我闭嘴 你知道 从小 咱妈是怎么把三四个养活大的妈 从小 咱爸走得早 咱妈 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咱们四个拉扯大 就盼着你们三个有助心 没想到 你们一个个长大了 好吃懒做 不无正业 你知道 咱妈为了你们 受了多少苦吗 先说说你老二 你说 你三岁那年 发高烧 烧到将近快四十度 你知道 外面下着大雪 咱妈 走了三十里路把你背到医院 走到医院 她的头发都冻成冰了 还有你老大 你说 你作为家中的长子 没有说 爸妈承担起这个家 从小整年到处惹祸 每次你惹祸 都是咱妈去给你收拾烂摊子 有一次 你把别人的腿给打断了 是咱妈 跪着哭着求别人 把头都磕破了 先给你收拾好烂摊子 听见没 大哥二哥 你们那 你们要好好笑声吗 你给我闭嘴 还有你老三 你说 知道为什么 咱妈落下了这个哮喘的毛病 是你 小时候在河边玩 失足掉进河里 咱妈不会游泳 拼了命的去救你 那河水冰凉刺骨 从那以后 咱妈就落下了 风湿 哮喘的老毛病 你说说你们 咱妈 这二十多年来 都为你们付出了什么 而你们 却巴不得他早点死 没有为他们尽一点笑 你们这三个畜生 你们再让姐失望了 你们 姐 姐你别生气了 我们 我们真的不知道 小时候 还有这样的事 我妈 从来也没告诉过我们 那 对啊姐 我们 我们真知道错了 老三 姐 我们 我们知道错了 你们现在知道错了 可是妈她已经不在了 姐 大哥 大哥 咱们现在 就去妈的分钱 为了咱妈 赶快去 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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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不孝 是儿子吗 害死了你啊 妈 原谅儿子吗 妈 妈 是我们对不起你 妈 妈 妈 是我们对不起你啊 妈 妈 原谅我没爸 妈 是儿子吗 对不起你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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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我没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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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女儿不孝 回来晚了 妈 回来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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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